好 這美國牛還有台灣豬的瘦肉精 以及這個雞汁的禽流感風暴都還沒有停下來 現在又爆出來的是連鴨跟鵝也使用了添加物的飼料 行政院的院長陳松15號的時候 在行政院的院會指示要設立食品安全危機處理小組 要全面的挽救民眾的信心 而副院長江儀化表示 目前除了對未來的肉品擴大檢驗範圍之外 也將在這個禮拜天召開的第二次小組會議中 定出對國內不法業者的加重罰則 我們一起來看 《贊成11人 反對33人 棄權0人 本案贊成者少數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議不通過》 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草案金服二毒 零檢出版本再度扣關 反對票依舊占上風 求障礙不過 瘦肉機無解 陳聰繼續愛媽 我們這首詩還蠻好玩的 歐巴馬英九 民主道德修 牛豬再蠻幹 人民活不久 我們也許溝通的武力不夠 我們會繼續努力 瘦肉機正義 情有感風暴 不見停存點 陳聰指示設立食品安全危機處理小組 努力不破網 對國外的肉品 我們也是 也並不是說所有國家的進口貨 通通百分之百 過去曾經有檢驗出 非法添加疫情受體素的 我們才能提高到百分之百 對外來肉品 提高檢測量 對國內不肖業者 也將祭出重罰 我今天請法務部儘快在今天下班之前給我一個報告 我想在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決定 我們到底對不法的業者可以採取到多強的一些作為 我們有時候 我們基本上都是零檢出 幾十件的案子都沒有違法的 但是民間有時候會說 我們送的是有 一定會要求我們相關的檢驗單位 要用最負責的 最誠信的態度來做這個檢驗的工作 趨勢打擊有毒肉品添加物 公開資訊 並避免隱匿疫情嫌疑 全力找回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中新聞綜合報導 好的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為您邀請到的新聞點評來賓 是時報周刊的社長夏珍 夏社長您好 指揮先生好 各位觀眾好 好 那個社長 您從這個蔣經國時代 就開始跑這個政治新聞 然後歷經了李登輝 陳水扁 到現在的馬英九 想請問的就是說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問 這個相同的這個瘦肉精等等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哪一位元首 他的行政院長 碰過這麼大的食品安全風暴 而且還被演變成全面性的 對政府的不信任危機 我的印象裡還真的好像沒有過 雖然早年的食品安全 不過我想這裡頭還是有時代的差異性了 因為早年的食品安全 第一個檢驗機制不是那麼強 第二個 民眾對於食品的添加物什麼 坦白講 沒那個概念的 它到底是不是添加了 我們都不知道 像我們小時候很多糖果的食用色素 很多糖果的食用色素 加的是非常多 到底是不是食用 而且色素到底可不可以吃 那是沒人管的 是 但是現在你要用色素的話 你的安全性不夠 一定會被抓 那這一波我想是因為整個時代進步的狀況之下 才會有這麼多的檢驗單位 很嚴格的要求這個事情 然後抽檢的機制比以年 以前好像沒聽說過政府還特別做食物抽檢的嘛 對 然後比較奇特就是說 因為這一波是因為美牛含不含瘦肉精 結果就查出含有瘦肉精 就還發覺案例越來越多 以前我們還認為 因為我們規定就是不能有瘦肉精 所以美牛進口的一定是沒有的 突然發覺搞了半天 怎麼會這麼多案例啊 就去查一下 原來美國只有三家農場是不含瘦肉精的 其他全美的牛肉全部有 所以你從進口量來看 就覺得不含瘦肉精可能性不高 但是只有最後 我不曉得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我認為 因為現在你的 不論家禽家畜 它吃飼料的多 天然的 吃草的少 飼料坦白講就是一個化學製成品了 是 難免就會有我們不知道的添加物 對 可能養雞戶 養額戶 養豬戶 甚至包括養豬戶 養豬戶 我不太敢養 因為它那個毒 它的被查出來是毒性很強的 但是現在又有說一下子沒有 一下子有 弄不太清楚 你說蓄意去加這個東西 可能性不是那麼高 因為政府是不准的嘛 那你說飼料裡頭給他們吃的裡頭 會不會他們自己都疏忽到 這可能性是有的 對 所以我想很難免 那這樣全面去報 剛才我聽到那副院長講 副院長 我們江副院長說 我們現在表示零檢出 我心裡想 全面查 家禽家座全有了 你如何零檢出 是 那我們先把這個議題就先談到這裡 因為我們可以預知的是這議題到下個禮拜 還會再繼續的延燒和繼續的發展 接下來我們還要來看到的呢 就是除了這個牛 積壓額以外 就是大選前動漲的油電價格現在是撐不住了 因為台電跟中油不堪虧損 所以經濟部是已經研議 這個油價將要取消減半調價的機制 要一次漲足 而電價也會在5月跟10月的時候分兩次調漲 儘管行政院的院長陳聰解釋說 調漲是回歸市場的機制 不過依舊是引來了立委的痛批 認為馬連任之後 這個民生物資的價格是跟著漲得不停 選前的承諾 選後是通通泡湯 豬肉牛肉可以不吃 有電開銷不能不用 行政院長陳聰 立院備詢錢 沒敢閃躲 有電雙漲問題 只是回覆它原來正常的機制 所以我想不應該解釋成漲價 是回覆它正常的機制 但要不要這樣做 那它的電費諮詢委員會自然會做討論 斬電截鐵 漲價只是回歸 市場機制勢在必行 油價漲幅還沒確定 但還漲機制門檻調高 取消減半調漲的方向已經確定 電價預計5月和10月分兩次調整 漲幅至少兩成到兩成五 立委痛批 安心內閣成了漲價內閣 油店雙漲之後是什麼漲 大家買的早餐要漲 大家買的麵包要漲 大家買的自助餐要漲 是啊 買久不吃這些東西啊 選舉之後 所有會長的都漲了 上次總統 下次部會首長 都發生一個共同的一個現象 就是鼻子越來越長了 總統希望經濟部再做一些研究 所以現在還沒有決定要做 還沒有決定 質詢台上炮火連連 逼得沉沖 放低姿態 漲價幅度多少 可以商量 但漲價態勢確定 只怕小辣米西的荷包 還是得面臨縮水命運 中心理工程王正 安心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好 這個牛雞壓額的問題呢 是已經讓馬政府四面楚歌疲於應付了 不過在這個時間點上呢 陳崇內閣又開闢了這個新戰場 當然儘管就是說 就事論是這油電價格的合理化 是應該做的事情 而且也是大勢所趨 不過呢 就現在就這個議題來表態 它是有一個不得不然的背景呢 還是它提出的時間點 可以更深思熟慮一些 社長 我想油電價格這個東西 坦白講我們好幾年都在談了 因為我們的油 你看國際的原油價格是不斷的飆高 我還更不要講了 以色列萬一開戰的話 對伊朗開戰的話 你想想看那個油要飆到多少錢 是 叙利亞狀況也並不好 以目前這個看法油 你就光講油啦 那你電 同樣是嘛 電的你從燃煤到天然瓦斯 全部全部漲 整個國際價格是漲到驚人的漲 這個是一個我們不得不看到的事實 當然因為台灣比較特殊 因為台灣我就講 我們是三民主義的社會 所以從當年 就政府來講 我們小老百姓很習慣了 就是政府會認為 油電民生物資 是屬於政府必須穩定的 所以以前一直 政府有穩定物價小組 穩定油電的價格的小組 就是說寧可政府補貼 不可以漲到讓人民過不去 有濃厚的社會主義事務 對 它會希望是這樣 但是眼看著 當然我們每次還算 台電要虧多少錢 中央要虧多少錢 好像也沒看到它的年終獎金少 我們常會這樣講 就是說 你如果這個事業體質 也不能說因為你是國營事業 就需要你賠 賠到你破產 但是我就在想說 我們這幾年可不可以調查一下 中油跟台電在這幾年裡頭 它的每年的年終獎金 是不是比我們一般公務員還要多 當公務員沒有領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還是能夠領到多少 那比方說像今年 你現在說要漲價 OK 那我就要問一下 你到年終的時候 你不要跟我說台電中油 要月領四五個月的年中 然後漲這個價 那就是不能的 我覺得這個配套 必須要做得很清楚 那當然了 油電雙檔這裡頭 使用者付費 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因為你用油 像我們開車的人 你要承擔這個 是 我們現在大眾運輸系統 蠻不錯的 你不搭捷運 你非要開車幹嘛咧 什麼意思呢 那就付付代價 這個我認為這個付付代價 那因為你相對來說 用油的人終究是少了 是 那你用電同樣是 比方說我們常常講 我們的水 我們還沒講 是油電雙漲 照正常是油電水三漲才對 對 水的價格非常便宜 好 工業用電 工業用水 都是在我們的產業條例裡頭 被保護的 有優惠的 是 好 那其實他們是最大眾 換言之好 那你要漲的話可以 比方說好了 一般家庭用電 你是不是要給一個合理的 你要跟大家講 電價是沒有得談的 還非常不可 你這個國際原物料這個狀況 好 那大家學會一件事情 節約用電吧 我越節約的人 你要付出的電費就越少 是 所以我就在想說 是不是就同樣的 就使用了付費 你工業用電的優惠措施 你還要繼續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的門檻 是不是要稍微調整一下 用電超過多少度的人 你用加成的方式 就像我們的稅率一樣 賺得越多的人 腳的稅率就越高 對 用電量越大的人 你跳嘛 那你要維持一個家庭 基本用電 在這個額度之下 我不要去漲 我覺得用這個方式 配套說明的話 我相信不至於 因為現在我看也沒人去問 陳院長說 到底你的配套方式是什麼 你的調漲方式是什麼 總不會說 又是齊頭式的去漲吧 是 我想這一部分大家 現在就很麻煩了 你講到漲價大家都會反感 所以人家就根本沒有興趣問你有沒有什麼比較合理的配套 照顧小老百姓 但是讓那些用油用電比較多的 付好人家或大企業主多付出一點 如果你講清楚 suppose反彈不會那麼強的 對 而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就像陳如市長您所講的 就是台灣的油電 或者是油電水的價格 對 長期的偏低 是因為政府長期政策補貼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個低價格呢 就已經被視為是這個生活的成本 乃至於生產成本的一部分了 對 如果說現在提高的話 比如說如果說是一般的民生用戶 也就先放一邊 如果是對商業 乃至於工業用戶的話 如果說他們會產生調適的困難的話 那物價是不是就會飛漲 我想水電油 這就是等於是民生 就是基本物資的這部分的漲價很難免 我認為一定會帶動物價上漲 還有一個 就很奇特 我們常常講說企業 有些東西 比方我剛剛講的是 油電價升 因為國際原物料漲 對 國際原物料種類非常多 有些漲有些沒有漲 但是你知道 它會很多做生意的人 即便它的原物料 它的產品 比方說可能是有漲了 實用有漲了 但是可能糖鹽還沒有漲 是 但它也要去漲 雞蛋價格現在的狀況 應該是掉的 但是它做蛋糕 要漲嗎 不一定 相對來說 但它可能會運用說 因為民眾有預期心理 橫竖什麼東西都要漲 不漲白不漲 我趁著這個時候漲 因為大家都漲 至少不會怪到 我如果其他人沒漲 我來漲的話 搞笑話就不要吃了 會有一波會的那種調漲風 一定會的 好的 如果我們現在呢 再來換到另外一個問題的話 也是跟整體社會大眾有關的 那就是那個去年在台灣爆發的這個速化劑的風暴 那這不肖業者呢 後來呢 就被具體的 檢察官具體的求處重刑 可是這個優越法官的判決又輕輕放下 所以這個社會各界就在質疑了 現在呢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是一個民間團體 要代表總共566名的消費者 向37家的業者提告 求償的總金額是78億台幣 是創下了台灣歷史上的最高紀錄 市長 這個案例很妙啦 因為速化劑那個真的是很可惡 那就叫做惡意添加 是 那可惡透了 但是因為還好 因為我們檢查出來很快 所以相對來說 我覺得那一次的風暴 也是食品安全的風暴 我覺得管控得非常好 因為是政府主動舉法主動去查 全面查 也沒有一點隱瞞都沒有 各家廠要求所有的 可能引用到牛奶製品全部要送业 有狀況一定要下架 我覺得那次風暴 我覺得大家不會因為風暴 而對政府不信賴 相反的 因為這樣子還對政府蠻信賴的 覺得你們真的有在辦 那很遺憾就是你廠商都抓到人了 當然啦 因為長期看還看不到 就至少在那一波風暴中間 基本上是沒有出人命的啦 是 所以我認為是因為這樣的 所以檢方即使求處重刑 法官在判的時候 顯然行動降低了非常多 是 那對消費者來說 當然會耿耿於懷 那我只能這樣講 你因為沒有出人命 你是不是一定要重刑 重到什麼程度 但是你不懲罰是不可以的 是 還有一個很麻煩的就是說 你是不是行責上面 讓他去付了之後 對 民事上的賠償你就不賠了 現在他都沒有賠 所以我認為球場是對的 應該的 好的 謝謝社長 而我們來看到的這個 馬英九第二任都還沒有開始 宣誓就職這個牛肌鴨 和油電的問題 就已經是讓他蠟燭兩頭燒了